狩猎灰熊是一项刺激而又危险的行动 稍后留神 就有可能命丧黄悬 但它往往吸引了一大批的猎人屈之弱 史蒂文就是其中之一 他甚至有种想要和灰熊肉活的冲动 感受一下这个庞然大物的力量 这里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洛基山脉 拥有非常原始的生态环境 生活着数量繁多的野生动物 其中就包括黑熊和灰熊 史蒂文是第一次踏足这个区域 与他同行的是好友瑞安 瑞安也是一名狂热的狩猎爱好者 而且他是有狩猎许可证的导游 两人一边品尝路边的浆果 一边往山上移动 大约爬了1000英尺 他们就看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灰熊 通过望远镜观察 发现他的身旁还有其他小熊 史蒂文的感觉很奇妙 近距离观察灰熊 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体验 这一定是一只母熊 如果是公熊的话 一定会杀死那三只小熊 出于保护原则 史蒂文的目标是一只成熟的公熊 所以在欣赏了一番后 两人离开了这里 继续寻找其他的灰熊 但很快他们就有所发现 而这次出现的是一只黑熊 不过他的处境不太妙 他贸然闯入了灰熊的领地 而那只熊妈妈 正在怒气冲冲地赶过来 两人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一幕 但注意到远处又出现了一只灰熊 这下他们有些坐不住了 因为他们有一个制骗人乔恩 距离他们大约有300马 情况有些不容乐观 一无所知的他 有可能会晤闯进冲突现场 两人寻找了一番 结果人没有找到 却与母熊来了个偶遇 他们大声呼叫 试图下退母熊 可对方护子心切 反而勇猛地冲了过来 两人只能连续开枪 试图用枪声来下退母熊 还好这招起到了效果 看到母熊退让 两人也急忙转移位置 而枪声也得到了乔恩的回应 他们急速冲向了乔恩的位置 成功与这位兄弟会合 直到这一刻 他们才凭腹下紧张的情绪 四日清晨 他们从帐篷中钻出 开启了狩猎行动 很快他们就看到了一只灰熊 不过看其体型 还没有完全成年 他们有小而窄的头 和突出的耳朵 这是区分亚成年灰熊的办法 而成年公熊 拥有更宽的肩膀和更长的脖子 两人来到山脊上 居高临下地观察山谷 很快瑞恩就有所发现 但通过仔细辨别 这是一只母熊 于是两人继续深入 寻找其他的熊 这里遍布了很多灰熊 可他们无一例外 不是母熊就是幼崽 看他们打架斗殴 感觉欢乐多多 其实公熊他们也有遇见过 不过这是一只黑熊 虽然毛发也是油光争亮 但这次的目标是狩猎灰熊 所以他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而两人也只能空手而归 可刚回到营地 他们就在附近 看到了一只体型庞大的黑熊 虽然这与原计划不符 但送上门来的礼物 岂有错过之理 史蒂文开始瞄准起来 而黑熊还没有发觉危险 下一秒 枪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黑熊瞬间倒地 并且向着山下翻滚起来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两人紧盯着目标 好确定他的位置 等待了片刻后 他们前去寻找猎物 两人分开行动 最后是瑞安找到了黑熊 但黑熊还没有完全断气 于是史蒂文又滚了一枪 彻底结束了他的生命 很快夜幕降临 两人利用头灯 开始肢解这只黑熊 包开他的肚皮 可以闻到蓝莓的味道 说明这只熊的主食就是僵果 因为两人忙碌了一天 所以再去除了内脏后 他们决定明天再来处理它 次日清晨 他们第一时间赶往了事发地 可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 有一只灰熊正趴在内脏上啃食 这是一只母熊 两人大声呼叫 试图驱赶这只熊 但这引起了对方的好奇心 他反而冲着两人走得过来 无奈之下 史蒂文只能用枪声来向好他 可这只熊有点弱智 面对枪声竟能做到无动于衷 他可能是以前没有遭遇过猎人 好在他还是晃晃悠悠地离开了 一天狩猎的黑熊 幸好他没有被灰熊吃掉 两人将熊肉分类打包 然后带回了营地 将肉挂在树上后 他们再次出发 目标依然是一只灰熊 他们翻山越岭 来到了一处高山上 刚坐下没多久 他们就看到了一只灰熊 不过看起毛发 有点像是得了白化病的熊 两人决定另寻一个目标 经过了一番搜寻 他们再次发现了一只灰熊 而且对方正好是公熊 于是两人快速地追了上去 不过灰熊也在移动中 所以能不能追上全凭天意 而运气明显不在两人这边 他们最终还是跟丢了目标 现在日光所剩不多了 于是他们返回了营地 开始享受美食大餐 他们挑选了一些肥肉 切成块 然后加热熬制成油 接着准备了一些 肥瘦相间的熊腰肉 将它们放入油中煮 等待了片刻 肉就熟了 两人品尝起来 味道相当发适 而且很有嚼劲 满嘴的芳香 带有蓝莓的味道 这次的狩猎 虽然没能打到灰熊 但是捕猎了一头黑熊 也算是不虚此行了